最近各国一线明星纷纷飞往欧洲参与时装周盛世 比如前志贤和宋慧桥两大顶级韩剧女神分别去了伦敦和巴黎的时装周 国内顶流明星肖战刘诗诗也都有时装周行程 而张子怡、刘亦菲、陈毅则是会出席巴黎时装周 最近不少明星都被粉丝捕捉到各种生徒 以下十位陆剧明星时装周经修vs会修照 肖战颜值逆天、刘诗诗气质绝尘 刘涛、张嘉宁身徒状态超绝 陆剧明星时装周经修vs为修身赌一 肖战肖战身为顶流中的顶流 平常出席活动都有层层安保 很难被粉丝见到身人 不过此次肖战作为品牌代言人 受邀出席米兰时装周 出席Kucci和Chats的大秀 他依现身机场几乎都是瘫痪的程度 还因为机场的粉丝与代拍过多 肖战不得不亲自维持秩序 肖战只是出发看个秀 直接登上意大利 匈牙利、智利、伦敦、加拿大、印度等各国推特趋势 神气时代火爆 而肖战身为TUTS品牌代言人 也以一身米色系穿搭出席秀场 现场同样挤了超多粉丝 肖战一如既往的好看 这身让肖战看上去非常温柔 即便是粉丝随手拍的高护照 也能看出肖战的身材比例超好 笑容阳光、神仙高挑、真的帅 陆剧明星时装周精秀VS为修身图2 刘诗诗、刘诗诗的身图很绝 刘诗诗自从婚后就减少了工作量 几乎是半神影状态 不过去年刘诗诗接下了古装武侠剧一念观山 此次她也受邀出席米兰史中周 刘诗诗以一袭红色风衣登场 她的身图依旧好看 而且气质优雅 一举一动都美得像浮华 刘诗诗也被网友偶遇拍照 有网友分享刘诗诗的神图测颜照 不少网友都感叹刘诗诗诗的状态真的太好 刘诗诗的测颜超级精致漂亮 气质温柔险境与路人同框 真的是特别显眼的存在 陆剧明星时装中金秀VS未修身图3 刘涛刘涛的状态真的好好啊 刘涛出席米兰史装中 也被不少路人捕捉到身图 大家都感叹她的身图状态真的太好 金秀与未修完全没差异 而且刘涛今年已经45岁了 但这颜值状态看起来根本只有30多岁啊 身材管理也很好 她的状态真的惊人 陆剧明星时装中金秀VS未修身图4 张嘉宁张嘉宁的状态也很惊人 张嘉宁2018年因为出演演喜攻略 扭呼噜陈碧一脚走红 不过日前张嘉宁却陷入与老公买超的婚店分波中 婚店分波后张嘉宁后来每次公开出席活动 大家都觉得她越来越美越来越有气场了 很多路人都感叹张嘉宁的状态超好 金秀和未修差异不大 而且她有种慵懒 妩媚的风情 时尚表现力强 很多身图都让网友感叹她真的好美 陆剧明星时装中金秀VS未修身图5 陈销陈销出席了Fundie2023秋冬女装秀 她以一身超显眼的粉红色头发 搭配Fundie灰色不规则剪裁真知情亮相现身 她的金秀与身图照也差异不大 很多现场看到她的粉丝都感叹她好像洋娃娃 真的是人间芭比 而且陈销身材超好 明明超级瘦 脸超级小 但超有料 肉都长在该长的地方 即便是路人拍的身图照 也能看见陈销丰满的好身材 陆剧明星时装中金秀VS未修身图6 宋雨琪宋雨琪一头黑长之发 搭配橙色刺绣纱裙 出席Fundie2023秋冬大秀 纱裙有绿色做点缀 复古典雅又清新元气 宋雨琪的状态也不错 她和陈销一样都是在韩国出道 测赐Fundie大秀上 宋雨琪和陈销 虚光汉也神奇同框了 陆剧明星时装中金秀VS未修身图7 蔡徐坤蔡徐坤以一身黑色皮衣墨镜造型 出席Prada秀场 蔡徐坤气场又酷又高冷 这头金王很有漫画品帅男主角的感觉 蔡徐坤另一个蓝尾头造型 搭配黑衣一样很有个性 话说蔡徐坤发量好多呀 陆剧明星时装中金秀VS未修身图8 蔡徐蔡徐坤去年在心寒灿烂 月身沧海饰演赵露丝的妈妈焦炎依 接着又在浮屠园饰演永安皇后 与王鹤帝有感情线 是很多观众演出的陆剧配角 蔡徐年轻时是公认的美人 她甚至是与张子怡并列的中戏美女呢 如今蔡徐47岁了 但依旧保养得宜 账代相当好 陆剧明星时装中金秀VS未修身图酒 杜鹃杜鹃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有点陌生 她是国内超模之一 曾在四大时装中上 连走43场时尚秀 而她也曾刻转过电影百度人 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杜鹃此次出席时装中 造型非常低调 但她有种很特别的气质 会让人忍不住一直注意她 很有东方韵味 陆剧明星时装中金秀VS未修身图食 孔雪儿孔雪儿过去曾参加选秀节目 青春有你2 并成为限定女团在九初等 她的颜值也相当高 就像洋娃娃一样 孔雪儿也在米兰街头被路人捕捉 路人抓拍的深途中 她也依旧好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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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